人生的攻擊,然後公然的侮辱,以及散播不實的言論跟文字的話 那我不排除一定要來提告 那最近有很多這一些來自中國的,還有甚至海外的這一些 很明顯就是假帳號的這一些網友 那我們相信背後應該也是跟中國的勢力要介入台灣地方選舉非常有關 那日前陳其邁競選總部也遭到這樣子的一些網軍攻擊 那我想這大概就是可以看得出地方的選舉對中國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我們在明天下午兩點呢 我們民進黨還有所有的這個地方的支持者 要一起來舉辦一個反併吞大遊行的活動 那我們期待能夠把這個中國因素在台灣地方選舉的影響的問題能夠拋出來 然後讓所有的市民朋友台灣人民知道 那我們一定要團結來對抗這一些和不實的攻擊跟假新聞 那就像是一個大事件啊 而且我們可以去解決這事情 Pork, 余祐先生, 原廠、和音樂 然後是民進黨, 余祐先生, 并 можете的 為了怕, 余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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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祐先生… 馬上休息, 余祐先生, 余祐先生的結石牙